第六百零八集 叶晨的神魂有些诧异 这声音不是来自血漆液 更不像是来自轮回墓地的大能 无比陌生 难道是轮回之光 叶晨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善意 可是对方为什么要帮自己呢 还有 轮回之光怎么会有声音 存在某种意识 你是谁 你现在在哪里 为何不出来见我 叶晨问道 那轮回之光停顿了片刻 冰冷的声音开口道 等你有资格对抗血灵族的那些家伙再说吧 现在你不配见到我 至于在哪里 如果我说我融合于你的血脉 你可相信 我猜你一定对你的血脉和天赋很诧异吧 外界说你是繁根 但是那些卑微的蝼蚁 永远也不知道你的血脉有多么的可怕 只可惜 你的血脉现在处于蛰伏状态 一旦苏醒 昆仑须抑或者更上面的那位 都没有资格撼动 这石灵就当是一份礼物 希望我们能在十年内见面 叶晨看着面前虚空的光 心中掀起了惊涛海浪 这是他第一次和血脉如此靠近 轮回墓地的大能说过他的血脉和繁根 但是每一次都是点到为止 而此刻 这声音显然凌驾于轮回墓地的规则之上 并且对他的血脉无比清晰 前辈 外界都说我是繁根 无法检测 我也不知道我血脉有什么特殊 不知道能否为我解开疑惑 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虚空之中的声音 犹豫了足足十秒 十秒的寂静 对叶晨仿佛是一个事迹 最后虚空之中还是吐出了几个字 始于轮回 终于轮回 荒谷圣祖与你灵深 这便是你想要的答案 你如果真想要个名字 现在姑且就叫轮回血脉吧 你身体中蛰伏的血脉 有着一个大秘密 你真以为轮回墓地 会无缘无故选择你 这亿万星辰 有些人的存在太渺小了 哪怕地球也是卑微的存在 但是却没想到 如此卑微的地方 竟然有你的存在 好了 有些事情我不便多说 剩下的交给你了 尽快踏入地尊境吧 等到了地尊境 你便能看到真正的广阔世界 说完 轮回之光便消失了 而那赤红的丹药 被叶臣服下 刹那间 那狂暴的能量仿佛停了下来 更是仿佛化为万丈星辰 覆盖开来 这力量也太可怕了吧 叶臣表情有些诧异 他甚至感觉身体 好像被一股力量开始撕裂 极其的霸道 单天之中 不同属性的力量 不断翻滚和碰撞 周身的真气 仿佛化为一道巨浪 又如千军万马 朝着周围开始疯狂吞噬 此刻叶臣的身体宛如一座战场 崩裂 硝烟 炼化 叶臣不断凝聚那体内能量 那能量极其的诡异 一道被丹田吞噬 便能产生一道突破之意 身上的突破之意越来越浓 一个个小境界竟然直接破开 嗯 叶臣发现自己 居然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几个小境界 并且没有任何停留 还在突破 恐怕这一次突破 要告别圣王静了 叶臣身上的突破之意越来越浓 苍穹之上更是雷云滚滚 少女和实尊自然发现了叶臣身上的异样 少女的表情仿佛凝固 从突破气息来看 叶臣显然是吸收了那里面的能量 怎么可能 这小子只不过圣王静啊 当初自己的师姐几乎帝尊静都承受不下 结果这小子竟然真的通过了 这是什么怪物 实尊的表情也宛如见鬼 她的使命便是守护着石灵狐 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东西有多么可怕 这不光可以称为圣水 更可以说是毒药 单单一滴就可以回去一个生命 但是眼下这小子不光服下了 还承受住了里面的能量 实尊不敢相信 她的身躯甚至在颤抖 眼眸死死地盯着叶臣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叶臣的修为在突飞猛进的变化 她想阻止 却发现不可能 如果现在不阻止 今后再想扼杀 绝不可能 少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眸子一拧 手指掐绝 一道符文直接从手心射出 符文落在了石尊的身上 瞬间化为一道金色的大网 困住了石尊 石尊脸色微变 她能感觉到这张大网对她的威胁 少女虽然境界不高 但是手中的法宝太过诡异 估计和那老太婆关系不浅 聂处 我劝你还是打消心中的杀意 死人你不能动 他是我的人 或许是觉得这句话有些过了 少女又补充道 我要带她见师傅 无论如何 你若敢破坏她突破 我虽然杀不了你 但是让你永生永世 感受痛苦还是做得到的 随后少女便是几步跨出 来到叶琛的身边 细箭取出 同时左手出现了几张符文 符文闪烁着诡异的金色光芒 古老的文字仿佛要从里面飘出 这些符文是师傅亲手交给他保命的 里面隐藏着师傅的几道力量 哪怕面对地尊敬强者都可能有一战的资格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都必须保下叶晨 只因为叶晨是这千年以来唯一和师傅口中玉龙人相符合的存在 而此刻的叶晨全然不知道外面的一切 他现在正在疯狂的突破 他的境界已经稳稳的攀上了反虚境 圣王境的几个小境界直接跨越 根本毫无阻碍 关键身上的突破气息还没有停留 石灵弧太逆天了 这可是帝尊境才能浮现的逆天之物 现在被圣王境的叶晨拿下 效果只会更加可怕 叶晨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内仿佛化为浩瀚星空 无数能量便是星空中的漫天星辰 他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化为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力量都在围绕着单天旋转 外界所谓的昆仑须天才 跨越一个大境界 可能需要一年一或者十年 但是叶晨现在的突破速度 可以用骇人来形容 别人十年的光阴 在他这里只不过需要几分钟 叶晨在修炼道路上可以说是输在起跑线上 毕竟他修炼的时间太短 五六年而已 在被段怀安带入昆仑须之前 他根本不懂何为修炼 哪怕进入昆仑须也被无数宗门和强者嘲笑凡根 一辈子不可能有成就的凡根废物 好在他有轮回目的这种逆天存在 再加上那声音所说的话语 他的血脉处于沉睡状态 一旦苏醒便是凌驾在无数强者之上 这便是他的最大底牌 这一刻叶晨信心爆棚 盘绕周身的血龙更是挣脱了叶晨的身躯 穿透山洞悬浮在苍穹之上 准备吸收无尽雷劫 叶晨这种可怕的修炼速度 如果被昆仑须的那些大能之道 恐怕惊为天人 而眼下叶晨已经突破到了反虚境第四层 速度渐渐放缓 失灵的力量也吸收了大半 轮回目的中的血漆液 也是感受到了叶晨的异变 眸子一缩 看来让这小子来血灵秘境是来对了 估计反虚境要不了多久也会破开 最后差不多应该能稳定在虚王境 跨入虚王境之后 再加上这小子的底牌和能力 面对道元境 抑或者帝尊境 也不会这么狼狈 今日算是彻底的蜕变吧 血漆液神色凝重 随后落在了摆坐墓碑之上 我们将无数期望寄托在这小子身上 距离那场战争越来越近了 我们能不能活着从那里出来 都是未知数 不过我愿意相信这小子 等他突破到虚王境 我或许也该提前见见他了 他应该也勉强有资格学习我的武学了 那个七叶神君的神话也该延续了 话语落下 血漆液又回到了墓碑之中 仿佛从未存在过 而外界的叶臣身上的气息还没有停留 一个小时之后 已经稳定在了反虚境巅峰 距离虚王境只不过一步之遥 叶臣的呼吸都急促了 虚王境 遥不可及的梦想 一旦踏入虚王境 再面对静水先生 他绝对不会这么狼狈 哪怕面对韩家 他若爆发权力 也有一战的资本 那些顶级家族和宗门又算得了什么 叶臣的体内惊涛拍案 或许是因为突破的速度太快 他的身体有些承受不住 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仿佛身体正处于崩溃边缘 体内的骨骼更是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 甚至有些扭曲 就好像他的身体在不断毁灭和新生 最后重组成适合眼下境界的存在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叶臣却无比的享受 他的毛孔之中一片片星光穿透出来 原本黑暗的山洞仿佛变得美轮美奂 宛如仙境 十尊和少女看到这一幕彻底实话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突破异象 只能心存敬畏 虚王境 给我破 叶臣很清楚 眼下距离虚王境只不过一步 他不能再拖 等那能量全部耗尽 如果还没突破虚王境 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吧 drivers